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希望大家一起大事批评 政府和某机构或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当 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其实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最后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每个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才能够光助令这个问题解决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特首在这个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自己会如何处理那件事 我们认为很多问题 整天都搞不住 主要是我们未能够了解 真正的核心在哪裏 往往只停留在问题的边缘来讨论 问题的表迹 未能够一针到直击问题的核心 还有我们往往都很依赖一些所谓 专家或者韩外人士 或者专人士去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而我们不了解 其实很多这类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更可能是他们的问题制造出来 所以在这个主理问题的时候 往往是出现本末倒置 哪倒是非 根本就不会看出问题的根源 好了 我们欢迎大家用封印的方法 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的封印的电话是2134 1634 或者用ICQ的方法 大家留言 生家讨论 ICQ的号码是439457249 ICQ号码439457249 好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强医急下能否真真正正解决香港医疗融资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 医疗保险这个问题 医疗融资的问题 其实可以这样说 讨论了很多很多年 有不断的时间 有去讨论 但能不能够解决到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大家深密些去想一想的了 好了 今天我们有三位主持人 王岸妍 何佐治 还有还有另外一位嘉宾 一位嘉宾就是高明辉先生 他是狮子三号会的研究员 亦都是苹果日报 苹果批的专栏作者 好了 如果我们有留意 最近大概是一个页里面 这方面的报纸报道是很多的 北京也收集了差不多一百张这类的 有关这方面的文件 我看到很多人都提出了一些 我觉得都几可行的具体的方法 或者先要看看现时我们的问题 我到底是为何要我们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原来在最近的四年里面 香港政府的调查发现 香港人有很多人完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在四年里面 这类的人是由三百五十二万 增加到四百零百万 即是说 香港有差不多整个六成的人 是没有雇主的医疗福利 也都没有自己购买医疗保险 这是一个所谓的隐忧 还有 原来在香港有20%的人口 即是差不多一百三十四万的人 需要长期复诊疾病 其中一百五十万人 在三宅里面 都曾经去医院就医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是占人口的二十五个percent 而这个数字 是较零二年的同类的调查 是升了成三个percent 在入医院方面 差不多是有四十一万人 占人口六个percent 在这个调查之前 是过去一年里面 是曾经留院的 其中是八十一个percent的人 是入住公立医院 6.1个percent的人 是入院占三次或者以上的 而比较02年的调查 入院的率 虽然没什么上升 但是每次入院的留医 那个中位数的时间 已经由三日增加到四日 而私家医院的数字 住院费的中位数 其实也都由1.4500 即是14500元 增加到17000元 增幅差不多成11个percent 而我们另外一方面 看到在四年里面 获得雇主的医疗福利的人口 是由30个percent 减到成27个percent 而自己肯出钱 购买医疗保险的人 相应也跌了很多 由46个percent 是跌到成20个percent 你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是很明显 很急切的 越来越多人 没有能力 也没有任何准备 如果他们在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如何照顾自己 或者我想先由高明辉开始 我知道你在苹果的专栏 也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其实你很多同事都写过很多 或者你可以分析一下 现在在你们獅子山学会的立场 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才好 或者问题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条题可能起错了 问题不是医疗融资的问题 不是谁给钱 或者政府给钱 中产给谁给的问题 是政府应不应该大手 帮市民选择 只是用西医作为医疗的方法 政府将西医作为唯一的医疗工具之后 四出打压其他医疗的方法 我想连医生你自己都知道 是的 这个我们都讲了很多 讲了成年 这个节目讲了这么久 香港都讲了很多 出了本书 最后损害的就是病人本身 病人现在internet的世界 病人最清楚自己 最容易找到如何可以医疗的方法 根本不需要政府代为 选择西医做医疗的唯一方法 那好了 那就是你看 由你现在实际所讲 那就是那个问题 就是不是钱的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我们现时的医疗 是毒是毒辜依赖西医 是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来的 是 没错 那为什么呢 西医就是有科学根据的嘛 他经常都这么说 一个世界供应的医疗的水平 那用他们的方法去医病 那是不是在表面上 好像是最可靠的 那我们说 那公司给钱 很合理的 病人自己本身懂 刚刚都讲过 其实一上网 你要找什么医疗方法 中医也好 你喜欢印度医也好 其他任何疗法 最适合你那种 你自己最清楚的嘛 不是官僚清楚过你嘛 可以这么说 现在医疗的问题 不是因为钱的问题 你也看到 因为我用的钱是不断增加的 据我所知 由医馆那开始 不知几年前 差不多当时是50亿 现在增加到400多亿 那些用的钱是不断增加的 通常呢 世界各地都是有这个情况 即是说 医疗费用的增加 永远是远超过通货膨胀 远多过其他的 而最后最后呢 他都是面对同一个问题 都是病人越来越多 需要医疗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呢 于是我们的钱 仍然是越来越不够的嘛 所以在一般人的看法 就不够钱 不够钱 但我们也看到 用得这么多钱 都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好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根本就是对错方向 要解决医疗的问题 就不是单是融资那方面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现时的医疗出现问题呢 为什么人的病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年轻化呢 而越来越变成慢性病人呢 那其实 我们要了解那个原因 是吧 我好像先过一两天 和黄岩仁先生 闲淡 说起 他又觉得断食的方法 真的很好对身体 那很奇怪 为什么 香港又没有断食中心 帮别人做这个服务呢 那我也很奇怪 因为加拿大也没有 就是没有这样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相信可能是因为 就是没什么钱赚 责任是大 就是你钱又少 那你又做那么多东西 没什么钱赚 只是不够和政府竞争 政府这样泵水到西医医疗制度之下 你私人自己搞一档 个体会不会够西医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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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你叫他断食 你收到他多少钱呢 如果你开钢气压药的时候 他到这么早就要来看看 要两流血压 那你是哪一方面 赚钱容易一些呢 当是一个 做医生也是做生意 你觉得 这样看的时候 你觉得 如果我们 这个社会 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将这些有效 但是有没有钱赚的方法 就比较上 可以作为一种 全民的基建 无形的基建 作为一种提供给市民 市民付出少少费用 强衣金亦付出多少费用 作为一种服务 效率是很大的 我刚才吃饭时都跟医生讨论过 其实有个方法 香港政府一定不会做 就是叫别人学法联工 中国大陆就是因为法联工太成功 老人家没有钱 所以就解决了老人医疗的问题 但是香港政府就不敢推广法联工 有很多其他器工 其实这个强衣金计划 应该是6月初有个智经研究中心 其实这个不是政府方案 我记得前几年 这个研究中心就被称为官方喉舌官方智库 不是,我说是揹锅 我觉得这些通常是用来揹锅 对的就是用 智经研究中心 对的就是用 不对的就是说不关我事 可能是一个测试楼 让人们讨论一下 因为早几年我记得也有订过这些构思 肉脂、保险、工 那时候我也写过文 这些行为我不喜欢工 我也不可以 要不要看西医 那时候他也有说法 不,你喜欢看中医都可以 包含的 即是你喜欢看中医、西医 可能自然的话都可以 新加坡好像不准 不是,香港的想法是 當時這樣想? 當時他講出來 即是說存錢、這些概念、公共款、強迫性 他沒有說一定是閒體西醫 到時你看中醫都行 我要吃六尾巴 都行 但問題是他整個構思是要監視你存錢 存錢到時你用了 至少政府不會有負擔 要等到六銀稅才用 他講明五歲以前 根據治經這個計劃 最少維持三萬元 你才可以用其他錢 三萬元才運用其餘款 又可以跟值系新的共用 即是你那筆錢存了 子女可以用 但限你六銀稅才可以用 類似 要死了才可以拿 死了就沒有意思 死了是給後人的 他不可以六十五歲之後都不可以拿 死了之後才可以給後人 其實那筆錢你以後都不能碰 你交出去之後 幾大都不供 就算他跟隨他的建議去做 由你開始供 他建議可能一到五個百分 到六十歲才可以用 有人計算了一條數 很簡單的計算 假設如果一個人 他月入是二萬元的收入 他由二十五歲開始供款 而每個月供款 當他三百分之三 就是用中上的數字 那他到了六十五歲之後 他只能夠有三十幾萬 他說三十幾萬 六十五歲之後 香港人的平均 男性的壽命 差不多是七十八點四 好像女性是六十二點六 那即是說 根本都是不可能 三十幾萬 根本不能夠 六十五歲以後的人 二十幾年的醫療開支 那即是說 我就算我給你 即是跟足你了 我現在不用了 存到最後才用 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不夠的 那有人就用另外計 那即是二萬元的收入的人 香港都不是佔大多數 那不如用呢 還用那個一萬元來做計算方法 那他說 如果我用一萬元的計 打工仔去供款四十年 他最多是能夠滾傳十七萬元 那即是你說 就算我給你用足這樣的話 做到後面 其實你根本都是不夠用的 那你知道香港 現在早時九歲要多少錢 現在是醫生的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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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譬如Cancer 譬如不要說Cancer 我昨天晚上 我去會動電視 大家討論一個問題 那就是胸口痛的問題 那在稍後有一位心臟病的醫生 傳染是顧問醫生 那他就解釋他們 如何處理很多心臟病 很貴 但他每次的答案 他都說出那個價錢 二十六萬元 換一換那個 即是那個做那個 做那個Angioplasty 補一補心臟 如果是要做那個搭橋 講來講去都是二十幾萬元 加一個新的儀器 即是可以長期看著你的心臟 你的心臟起駁器 都是動不動的 十幾二十萬元 根據這個兩萬元公款 那個人 月薪兩萬元公三個巴仙 他有三十五萬多 勉強夠 夠了一次 如果一萬元人工 他只有十七萬 如果五千元人工 低薪他只有五萬多 但不要忘記要扣回手續費 我想他這裏 假設他已經 公三個巴仙 但明知什麼 現在是明知不夠 明知不夠 明知不夠 為何還要推強醫金 這個就很有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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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 減低政府的負擔 那為何政府會有這麼多負擔 不知道 由五十億 一直增加到四百 醫生收費貴 我就有一條數 不知道對不對 是 譬如九八年開始 九八年到零四年 香港的人口 就增加了五個百分之 但同期醫療的開支 就增加了三成 是的 然後醫生的人數 亦都增加了三成六 究竟是 哪裏使用大了呢 我可以 即是 用加拿大的經驗 就 一般來說 增加最多的 一定是醫生的人工 和醫院的開支 藥物 就永遠是最少的 這個是加拿大的經驗 加拿大是 譬如增加了醫生的 譬如增加了醫護人士的開支之後 醫療系統會不會有效了 這個當然不是 即是 即是 開支就大了 但是 大小的效率就低了 因為 加拿大是民主社會 到這麼一刻 他們又有工業行動 爭取更高工資 這個更高工資和更有效率的服務 是兩回事 更高工資幫不幫到多些病人 不一定的 但是 比較美國來說 加拿大是比美國好 因為它是全民保健 美國剛才出了一部電影 Sickle 由Michael Moore導演 電影裡有一個病人 被推下車 因為他沒有保險 如果不收 救不了你 你下車 就推下車 加拿大沒有這種情況 但是又花了很多錢 香港是跟英國的嗎 即是那套是 所謂National Health Service 其實香港是很獨特的 譬如英國其實都是社會主義化的 而加拿大也是 而美國是很私人化的 香港是很有趣的 是兩者之間的 其實過去也都 似乎都幾成功 過去這個問題沒有出現過 直到 剛剛我們聽到的資料 它增加了 只不過是醫管局的醫生和牙醫的人數 增加到36% 即是相應 譬如900年的242億 增加到2004年的316億 這都是大概7.1億的增加 三成 其實三成全都是等於醫生的人數 好了 那麼大部分的錢是怎樣用呢 可以說大部分的營運的開支 八成以上是薪酬和有關的津貼 還有 人口老化 這篇文章也是《蘋果日報》的 是你的同事 李世文 李世文 他有很好的資料 那麼他說 在這段時間 同期這個時間 香港人口的整體人口 只不過增加了5% 而60歲以上的實際增加了11萬 好了 如果用這個驚人的所謂的邏輯 原來他發現 每一名長者 每年的醫療開支 是高達六萬四千五百元的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滿然 五千萬個月 好了 如果儲蓄了幾十年 拿了十幾萬 簡單來說 用幾年 可以用幾年 是兩三年左右 這個計劃 即是未實行 一條這樣的 這些不是什麼幾何公式 這個就像加減數 加減乘除數 都已經給你看到 這個計劃 根本是達不到我們的目的 既然以後 都達不到目的 那你做了什麼 為了什麼來做呢 有這樣的計劃 明知達不到目的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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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公多些 3%不夠公 30%多了吧 很有趣 那些中小企 真的是戒過命 那些 不是中小企 自己給的 他這個計劃 不是政府給 不是個人給的 你的薪金 你要多些薪金 你要求僱主多些薪金 因為我不夠洗 已經 很明顯 現在醫療開支的問題 就是 這個太陽部 顧天樂 提出這三件事 第一 醫管局 是肥上修下 政府撥給醫管局的錢 大部分都落到所謂領導層的 荷包裡面 聽聞 醫管局裡面 有二三百萬的延伸 就是更多過香港特首 有成五百多人 五百多人 第二 有問題 你講出問題 為什麼錢是這樣用呢 第二 醫管局是耗大氣供 氣供 公立醫院的裝修是美輪美換 比私家醫院更漂亮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他們一定要這樣做 不用花錢 下年會咳 他們不是 我家裡有人從中得利 幫忙他們裝修 這是真的事 我參觀過他們 一來 還有人去光顧私家醫院 第三 他說 醫療的政策是緩急不分的 無論大病小病 全部都攬上身 所以搞到自己是 左肢右絕 狼狽不堪 他說 這個是導致現在 醫療開支不夠的原因 他說 你解決那三樣東西 就搞定 所以其實一句說完就是 醫管局自己洗大了 是不是這樣說呢 很明顯 這些數據 我想是真的數據 醫管局自己洗大了 硬要强醫金 要我們再泵水 沒錯 所以 問題不是人口是否膨脹了 問題很明顯 你簡單拿本保一體 拿數一體 問題的來源在那裡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反對 其實香港人很多人都知道 問題在那裡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什麼渠道去說出去 當然 亦都很幸運 傳媒很多的報章 其實都講到這個問題的心聲 很多人的想法 所以當然是不想給 好像銷售稅一樣 根本的問題都不是銷售稅的問題 夠不夠 根本是 基本的問題 其實香港人就不介意洗錢 在醫療上 最重要是洗得又沒有效 如果洗了給你 你自己亂拼的話 那就絕對要反對 是不是真的這樣 袁醫生 很明顯 我經常都這樣說 這個問題講了這麼多十言 這個問題不是香港問題 全世界都是這樣 台灣也是這樣 英國也是這樣 剛才George提到那個 加拿大 其實不像美國 加拿大一樣的問題 我十兩三年去加拿大 回到那些同學 25周年畢業的那些 reunion 我學校買了一本書 那本書的作者 其中一個是脊骨神經科醫生 在BC省 他說 加拿大的政府 每年是浪費了 數以億元的金錢 很有趣 當時有一位同學 他也在政府方面 也有很多參與 政府醫療方面的政策 他說 他在加拿大 醫療界已經做出一個策略 他說 你是不能夠省錢的 你不可能說 因為要省錢去做任何事情 他說為什麼 如果你省得多少錢 你要給那些在職的醫生 要平均分給他 你不要用一個想省錢的理由 去做任何的改革 這麼荒謬的事情 我真的第一次聽見 這個我相信是真的 因為這個同學 在政治層面是很積極參與的 所以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好了 我們不要說他現在的問題 根本都不在那裡 你去搞 也有很多人提出 他說 我用一下 我們現在來到納稅人 再好像強積金 又再給多3%給你 算過出來不行 原來香港很有趣 香港每年的政府收入 是二千多億的 二千多億的 但深奉稅是不足四百億的 佔政府收入 真的五分之一都不夠 好了 如果你說 我們一般人的納稅人 只不過政府現在的稅收 那個二十個%左右 那四百億 給了醫療方面的開支 就剛剛用完了 好了 如果你要我再給多3% 其實你要我們再多給一倍 都是沒有用的 這個香港一個 是真的幾幾幾有趣的 香港人原來大部分的稅收的來源 最大部分是利得稅 每年有五六百億的 其他就是賣地 印花稅 猜響 地租 都是這樣的 他也提出 原來真的交稅最多是一些大企業 譬如匯豐銀行 每年是繳付了五十六億元的利得稅 即是你想想 這條路在很多角度人給你分析 都發現根本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5% 我再一倍 再兩倍 根本是沒有用 都是不夠 那就是說 你做也是不夠 其實 很幸運 那個問題 不是解決不了的 只要我們真正正正了解問題的根源 我們可以真正知道是怎樣去進行的 好了 我們休息 數分鐘我們繼續再回來討論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那麼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的家裡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好了 那我們又回來繼續我們討論 今晚的題目 那個強醫金 是否能夠真正解決香港醫療融資的問題呢 我們也聽過有另外一些這樣的構思 他用一些分流或者不同的支柱各方面的做法 王岳儀可不可以講講 大家這個想法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三條柱 三條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現在雙處制的公營和私營 雙處制的公營和私營 你講的都是收到百多元 就是以前阿彭尼康通報的兒子都要收到百多元 是嗎 是啊 幾百元就算了 他去廚醫手牌 公道 是吧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用的 公營的 私家醫院 很多分辨的喜歡去私家醫院 私家光顧 什麼都自己給 那現在有條中間多了處 如果你有錢 你供了錢 就可以中產階級的優質 這些醫療的服務 例如 其實很簡單 現在的藥 抗癌 越來越貴 幾萬元一劑 那你就可以買得更漂亮 是吧 有些不是很急的排期 可以排早些 因為肯付錢 類似 有些新的醫療方法 你可以早些用 因為你可以付部分的錢 這個就是他這條柱想出來的 但是就這樣看這條柱 我就說這個違反人權 即是你假設人是平等 你就不可以有 除非你是私營 即是你私人 沒得說 你喜歡給多少錢 最top的 第二屆頂級的醫生 手術 都可以 加拿大現在就是這樣 不是 私營的 那些沒得說 不是 加拿大現在是不准私營的 是的 他是不准私營的 那你還不應該中間整理中營的柱 你想想 大家都是病人 是不是 那我可以給多少錢 那我用了最好的抗癌肉 而那個就早死幾個月 那這個東西 本身已經不可接受 不可接受 你如果沒有錢 就排期 排期的時候 喂 會長一點 不會很急的 你那些什麼檢驗 看的那些 我講加拿大的奇怪的現象 給大家看 例如一個人 他那個 股關節要換 斷了 那就排期牌很久 但是呢 如果你的情況 因爲因工受傷 那工商管理局 就可以由工商管理出錢 在那個 自己出錢 可以早些幫他做的 那你去私人的醫院 不是私人 這不是私人的 都是公立的設備 但是呢 他現在的邏輯就是這樣 就是給錢給一個醫生 給一個醫生 提早幫他做 當然 為什麽呢 讓他早些可以上班 這個理論就是這樣 這樣呢 就爭吵得很緊的 就是咯 我覺得這樣 可以不可以呢 准不准呢 這個灰色地帶 就變成了 不是灰色地帶 是直接違法人權 很簡單 我剛好多一點錢 那你就痛多兩個月 我就做了手術師 但是那個 那不正的 醫生你覺得對嗎 你作為醫者 有錢的人就痛少些 你就等多一陣 是的 因為整個 為什麽我們會成立 或者構思中央醫療保險計劃呢 其實當時呢 有五個的主要目的 其中一個目的呢 就是要用公平和平等採用的機會 所以為什麽我們要 一個中央來做這個問題呢 我希望呢 可以能夠出現到公平和平等採用 第二呢 就要控制成本 就是中間 一個中央的控制 第三呢 他希望符合到 自由選擇 這些資料 當時可能香港有些學者 這樣提出來 第四呢 就要服務的質素 要考慮到服務的質素 第五呢 就善用資源 這個是 為什麽有中央醫療保險的計劃呢 其實是希望達到這五個目的 那麽所以呢 公平和平等採用呢 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則之下 是咯 那麽你提議這項 即現在公醫療儲蓄方案 加上那些人儲蓄 儲蓄了一筆錢 那麽你當然要用的 如果我又去看公立醫院 你又去看公立醫院 那麽我跟你處 我處不處錢 沒有關係的 大家都是給百多元的 是吧 但現在我有錢 我可以給三兩萬 有什麽新的醫療科法先用 有新藥我先用 肯給多些錢 那麽有個中產的優質點的服務 他意思是這麽 但你整個想法是很不人道的 我記得我中學的時候 讀過Animal Farm的本書 George Orwell作的本書 他不是說 All Picks are equal But some Picks are more equal than the other 這個情況 就早已說出來 總之你有這麽制度的時候 整整一下就會變成公平 任何制度 任何 即是你說人類社會是這樣 是這樣的 我知道是這樣 但我們為什麽要有社會 為什麽要有文化 有智慧 要發展的社會 就是要有 內不內 內不內 就有自 那麽我們現在是否反過來 走回頭 即是你這個制度 就會將它 本來是平等了 不是了 又回回階級了 有錢的那些就好些了 是不是人類要做回這麽事 本來我們已經進化了 社會已經離開NUO 為什麽會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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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歷史的循環 不是歷史的循環 是人為 即是人禍 現在 誰想出這個制度的人 想出來的 即是要拉回頭 一個制度出現之後 當然有人轉空子 即將它灰色地帶轉大 對自己有利 當然變成這樣 這個歷史的循環 是真的不能避免的 我覺得 我們就不是這樣 我們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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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為什麽不可以避免 你根本就看不出問題的問題 你講的問題都不在那裏 所以就解決不了 其實說來講去 真理是很簡單 人類不應該那麽悲 我們其實是很簡單 你之所以解決不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問題的根源 好了 其實在報章上有很多 有幾個有趣的 解決的提議 解決方案 或者我都可以 是解決這個融資 還是解決意義 其中有一位提出 譬如我所講的 太陽報的位置 顧天樂 他寫了這個 為什麽不夠呢 就是這三個原因 肥上瘦下 人工搞得這麽高 就好大起工 將公營醫院搞得好像私家醫院那麽漂亮 第三 就什麽被人攬上身 他認為這是導致目前醫療的開支醫生不夠 這也是解析度的 這也是很正確的 所以說 他認為怎樣解決呢 他有個好解決方法 第一 醫院管局呢 首先要精兵檢證 將這些多餘的官 打回原刑 因為他們很多的官 就是 他有個顧問醫生 但他都不再做顧問醫生了 他做了一些行政人員 那和外國不同的 在加拿大美國 是有些專門醫院的行政工作的人 有大學 通常是Master Degree Hospital Administrator 香港不是的 香港的Hospital Administrator 高的那些是往往醫生 但因為他是顧問醫生 所以他人工就要好像港督那麽高 我想請一個Hospital Administrator 這些醫院行政人員 是不會那麽貴的 好了 他說 叫他做實際工作 就是小養一些廢人 其次 公立醫院要平民化 在格局上 就要和私家醫院有少許區別 不需要設些豪華房間 除了要需要一些特別護理的病人 應該取消所有私家病房 給這些所謂愛面子 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有錢人 包括政府高官 通通趕回到私家醫院裏面去 這就是第二解決方案 第三 就是將病症分流 公立醫院 只是管這些急重症和專科 例如傷風、咳嗽這些小毛病 全部都應該給私家診所 或者慈善醫院來料理 這是他提出的方案 還有一件事 他說香港大把超級的富豪 每一個富豪就捐贈一間醫院 讓更多人有機會去用到 大家都看到 就算我們將香港納稅人的支出率 增加一倍也好 其實都是一點都沒有用的 真真正正的錢 香港有很多很有錢的人 很多很有錢的大機構 叫那些有錢的超級富豪 沒人整間醫院出來 這就是太陽報古天樂 我覺得這不是不可能的 即是在現時的層面上 其實他都可以說得到 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的 另外在一個 蘋果日報下 有位藍天衛 他都是指出 大部分的納稅人的錢是不夠的 他也都建議多些撥地 建一些私家的醫院 這個也是他提出那個 但剛才那批高建 似乎都沒有針對到 這個醫療融資儲蓄方案 整個計劃 叫有錢老捐 有錢老捐 不要叫立稅人付錢 即是不要這個方案 反對他是做低 前提 就不要自經提這個方案 這個根本是解決不了的方案 你不要搞了 不然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他不肯捐的時候 就下法共產黨 要他獻出來 其實在 Michael Moore最近拍過 那個電影 其實好像 Inconvenient Truth這一類的 其實Michael Moore在這方面 是做過很多 這方面的相似工作 換成美國人 對美國的問題 就是用一個電影的手法 來表達出來的 我沒有機會看 香港沒有做 也沒有拍照 影帶來到香港 但我看過那些評語 我看到 我感覺到 Michael Moore其實 都沒有看出問題的根源 他出氣指出 他說美國 有成四千四百萬人 沒有任何醫療保險 也有數以千萬人 雖然有醫療保險 其實都不足夠 到你有事的時候 根本是 這個又不補 這個什麼都不補 到你真的要用的時候 也有一個很大叫的人 根本是不夠的 好了 他分析之後 他解決方案 就說 他應該好像跟加拿大一樣 差不多是一個社會福利的制度之下 來搞 始終他都應該去加拿大看看 加拿大的問題 似乎是比美國好些 但也很多加拿大的醫生 都紛紛走到美國做 都不去加拿大做 我也認識很多這些醫生 可以這樣說 其實加拿大都是不斷地膨脹 數以億元來虧損 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仍然存在 那就是說 無論你跟加拿大 跟英國 或者跟歐洲那些社會主義的社會 其實那個問題是 全世界性都一樣的 很明顯 這個問題不是說 我們用的錢夠不夠 你說香港用得很少 不同的資料 有些說 我們那個國民總收入的 3.2% 我看過這個資料 最近就跌了2.8% 可能其他開支多 那他說 美國用到成17% 日本差不多成11-12% 大部分國家都是8-12-13% 那個GNP 香港很少 香港很少 所以 香港還有酒盞 香港沒有問題 那需要搞什麼 那 很有趣 我應該看看 香港以前更少 以前更少 以前更少 香港是50億 那 人家那些國家 用到這麼多的比重 比例 結果他們有沒有解決 他們都沒有解決 香港3.2% 用得少 未解決 美國用到17% 最近我看的資料是2 trillion 兩兆億日元 美元 一個 trillion 就是一百萬一百萬 那就是說 美國用得這麼多錢 那麥克波也揭露出的問題 都說完全是不足 大部分人的 在美國 在華爾街上有份 很多年前的 有份報告 他說美國人 導致私人破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醫療費用 那就是說 好了 那 就是 那問題是不是錢的問題 很明顯的問題 根本就不是錢的問題 那 像高明輝一開箱一開場 都說出來 他想著我們遲些才揭曉 不然 你一開始就揭曉了那個問題 郭文芬有新聞 好像說 你有提議錢是跟病人走的 是可以解決這個 是不是 新加坡好像是說的 是嗎 新加坡 不是 新加坡不是 你如果 反正你有預算在這裏 你不如自己 把預算派給市民 他如果喜歡看中醫也好 看西醫也好 看什麼都好 他自己去選 如果看不完的話 當退稅退回給他 噢 他會不會洗掉 派出錢 你可以像學卷制 當醫卷 只用醫療 只用醫療 如果我治療了自己的病 那時候 那筆錢的命 我自己帶回 碎碎 提供這個 為自己身體健康 大家都知道 你要長命八歲 要健康 不是靠醫療 靠自己保養 醫生 醫生 在美國有一個很有趣的資料 他說 你知道美國的經濟 潮山經濟有些危機 美國其實都有 但最近 發現美國過去幾年 都好像都撐得住 那原來 為什麼美國的經濟 還撐得住呢 原來 都是拜醫療的福利 支持 為什麼呢 他說原來 在美國 在2001年到2006年 美國是有 一百七十萬的 新的工作 出現了 那原來這一百七十萬的工作 出現在哪一個行業呢 就是醫療服務的行業 而其他的所謂私營的機構 裡面是零 是沒有任何工作的增長 那他有這篇文章很有趣 他說 最好解決經濟的問題 多些醫院 那些人病多些 多些人做過醫療服務 那麼他說 將來呢 他說差不多有成 我這個資料 我記得好像看過 他說差不多有百分之四十的人的工作 是跟那個醫療的健康服務有關的 那 40 sorry 2005年呢 是增加到四十七個巴仙的 就是那個醫療那個 就是那個服務的那個行業呢 是增加到四十七個巴仙 那 那我們香港是不是想這樣 是不是 不要緊要 那就多些錢進去 請多些醫生 製造多些護士 那 但問題 人家做多兩個trillion 兩兆億美元 美國的醫療開支 美國的醫療開支 是幾嚴重 美國的軍費開支 我想都想不到 美國的世界警察 什麼地方都要派兵去 警員都不夠醫療開支 警員都不夠醫療開支 那即是真真正正要去 錢進去都幫不到 要想一下 想到一些 說我們那個醫療的問題 是不是錢不夠呢 從另一個經濟角度來看的時候 這個都是設計經濟來的 將醫療費用增加的時候 就是設計經濟 但這個不是真正的 錢不夠有第二樣肉 可以用在第二道上 這個用在哪裏呢 我看到有個意見 同樣用在醫療那裏 同樣用在醫療那裏 你怎樣用法都是問題 我看到一個意見 香港的城市 醫療就是醫療性的醫護服務 就是醫人的 醫療的全部 就不是預防性的 同樣是 說你放些錢進醫療那裏 那醫生是不是 其實有另一個洗錢的方法呢 例如你發展多些Family Doctor 或者發展多些教育 教人預防疾病 是好過你病了就去醫治 其實那種方法 每個人都這樣說 即是基層的醫療 有Family Doctor 所以有Family Doctor 的Specialty出現了 普通科醫生不夠 那就Family Doctor 一個專科走出來 很多教育 很多醫療宣傳的教育 其實大家都認為他自己在做的 但看下 問題其實 即是一樣 好啦 問題是哪裏呢 即是為何會這樣呢 問題是哪裏呢 OK 其實問題是很簡單的 剛剛高明輝也提出了 即是你用一種醫療方法 但只是獨孤一味 局限於西醫的醫療方法 好啦 西醫醫療方法的問題是哪裏呢 問題是很多國家已經公佈了 包括最近日本口新散白皮書 在一個香港的亞洲州行 那裏集戰 我看到這篇文章 兩年前到的 2004年到的 他說日本呢 即是已經出現了同一個問題 他說呢 雖然在日本用的醫療經費 是不斷地增加 但是呢 醫療的效力 即是日本人那些毛病 是比他當時的西醫的 都是一樣的 即是用西醫為主導醫療方法 他能夠處理到 只不過是五分之一的毛病 那大家可以看到 個問題的癥結咯 不是說 如果我是用很多錢 但我用的錢 只是用在能夠醫到五分之一的病的時候 那還有五分之四的病 你是醫不到的 那你是不是再丟多 再丟多幾倍錢 都是一樣咯 那其實你說 美國已經丟多到香港幾倍錢的 那還沒搞定 那為什麼呢 很簡單 你那套工具 是做不到你的目的的 你要治好人 令人健康的 但你的工具 是做不到這件事 那是不是注定失敗咯 好了 那有些人說 是不是的 是不行的 其實這個報告 在外國已經做了很多 是新年醫學習者的七七年 有編輯的上一論 都說到的 根本在現時的西方 所謂對抗性的西醫的醫療 他能夠處理的病 只不過是10% 通常這些病 是創傷性的病 痠骨 流血不止 皮膚嚴重灼傷 這類的病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前天跟會動電視 那位心臟病的醫生 他都很強調 他真的在他的工作裏面 那些人真的被他救活了 我絕對承認 電視片 就經常都說這套 很多進去之後 這些緊急的 一個很戲劇性的 這些heroic的救人 是真的做到的 但很可惜 這只不過是人類問題 只不過是佔大於10% 好了 那這個新英雷醫學雜誌 那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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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主編 他說 根本百分之八十 文明人的病 是西醫醫醫不到的 那這個是 有些人說 這是七七年的資料 但日本 口新傘 幾年前 你看回那個亞洲周刊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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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26年 不是很久之前 我都是無意中 看到這份雜誌 他說 根本在美國 在現在日本都是這樣 百分之八十是醫不到的 好了 那其實呢 不單止你不要緊要 你醫到十個percent 你就算了 你就醫十個percent 那就行 但不是嘛 你還要硬去用你的方法 醫其他 那八十個percent 結果呢 你就做出另外十個percent的病 這病是醫生因的病 那就是說呢 你用了十個percent去醫病 當你是有功效的地方 但是呢 你因為你要硬要其他 你武功效的病 而導致的副作用 是令到你製造多十個percent的人出來 那就是說呢 打了個和 打了個和 那是不是打了和呢 打了和也算啦 但很可惜 不單止不是打和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試過呢 全球呢 是有五次醫生罷工的 每次醫生罷工呢 死亡率呢 是必然低降的 在羅撒醫生罷工 那段時間 死亡率減了百分之十 加拿大百分之十七 跟著呢 是南美洲布加特 然後死亡率減了百分之三十五 最長的醫生罷工 是八十天的 在以色列的醫生罷工 死亡率減了一半 OK 那你應該看到啦 問題是哪裡呢 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 獨孤一味 壟斷醫療 那個服務 那個醫療的手法 俗稱所謂西醫 其實是一種對抗性的醫療手法 根本是醫不到 影響現時人的大部分的健康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都說了出來的 根本在現時的地方的人 百分之六十的病呢 是生活方式的病 即是你自己飲食習慣 你的生活習慣 是一手做出來的 百分之六十的病呢 是醫生不關醫生事 也不關有沒有藥事 也不關有沒有手術事 這個病是你自己一手做出來的 那麼這些這樣的病 你的醫療的設施 醫療的怎樣高科技呢 其實都是解決不了的 好了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醫療保險 那什麼叫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其實是一種第三者付款的制度 那什麼叫第三者付款的制度呢 其實你分析一下 其實你都覺得是很可笑的 是不可能 就是為什麼這些這樣的制度會出現呢 第三者付款的制度 就是說 供應者是告訴你 接受那個受惠者 是他需要什麼 就是我作主的 你需要做這個服務 你需要吃這個藥 就是我是供應商 但是我說你需要什麼 好了 你接受那個人 是不用自己付錢的 你試一下這種做生意的手法 就是我是賣東西給你 我是供應服務給你 但是我作主 你需要什麼 而你接受的人 是不用付錢 不用自己付錢 這些就是第三者服務的 所謂醫療保險的特性是這樣 有什麼生意可以這樣做 這些做生意的方法 會出現什麼情況 供應商當然是拼命去掛錢 壓錢 他拼命去所謂濫用這個制度 接受的東西 我又不用自己付錢 他又不承認 他的病是自己做出來的 那麼他就拼命去用這些服務 在這個簡單的原因之下 我們的醫療服務是崩潰的 因為全世界走出這條路 都會崩潰的 那第三者保險的錢 總是怎樣都要有錢出來 那你消費者不用 你變相另一手給了 第三者服務就是這樣 現在為什麼加拿大 因為立稅人比 英國也是立稅人比 香港很大部分都是立稅人比 剛才我們看的數據 大部分81%的人去醫院 都是去立稅人的醫院 那這個問題就是 第三者 這個第三者就是什麼呢 是立稅人 一個很無形的人 所謂政府 其實就是我們自己付回來 但我們使用的機制是這樣的機制 我這個動機是這樣 我是供應商 我就說是你要什麼的 我是接受的人 我就不用自己付錢 你需要勞絲來絲 你需要買一架好電視機 好好好 如果我將這個制度 放在法律界那裡 我做律師的 我認為在法律之下 人人平等 所以我們打官司的費用 你英國政府幫他付 那你試一下 你去律師樓 去請假一個律師 律師說 是呀是呀 這個政府要打官司的 你一定要去打 那你說是呀 好呀好去打 因為為什麼你不用付錢 那你錢留下 這些第三者服務制度 簡直是荒謬的 是一個香港的所謂 就是一個資本主義 經濟推動的社會之下 為什麼沒有人看出 這個漏洞在哪裏呢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主要的原因 我們用一種方法 是無效的方法 我用一種這樣的融資 就是這個付錢的方法 是令到每個人都會濫用的 所以這個是主要的原因 是令到我們 我們的醫療的問題 是全世界都還未解決得到 也都不會解決得到 因為那個問題 不是錢夠不夠 好了 那我們 有什麼可以做呢 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最緊要 我們要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起碼可以處理到 其他百分之八十的問題 是吧 起碼我們的生活方式的問題 因為生活方式造成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慢性病 你說心臟病 心臟病 心臟病 在美國有一個研究 一百五十萬的人的心臟病 第一次發 只是三十二萬的人是生存的 好了 我們用心臟處理心臟 我們用很多錢 用很多儀器 心臟曉道手術 那個支架手術 達橋手術 什麼都做了 那結果怎樣呢 結果 你都救不到 百分之七十的人 第一次心臟病已經死了 很明顯 問題不是你怎樣去醫 大部分現在文明人的病 癌症 心臟病 高血壓 這個問題 都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的病 這跟我們的醫療設施 醫療服務 是無關的 好了 我們處理方面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機制 令到人們自己要負責 因為為什麼呢 你的病大部分 你自己手續出來的時候 你要解決的 一定要有一個機制 是引誘你 或者是被迫你 要迫你自己要負責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條件先 這個其中一個需要的方向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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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呢 我們有沒有一個制度 是令到我們不可以濫用它 第三款 濫用 我們那個病 主要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病 要迫我們的人 要自己負責 第三個原因 就是我們目前的醫療系統 根本是醫療不到大部分的百分之八十的文明病 好了 那我們要解決 要有機會解決這個問題 是不是一定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先 好了 那我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呢 即是有些醫療呢 可以醫療多些病呢 那地球上有很多醫療方法的嘛 不可能只有西醫那一套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所用的 是用一種自然的工具 神租給我們的自然界的 醫療系統的工具來的嘛 那為什麼我們說那些不能用呢 那些沒有效呢 我們沒有任何科學證實 那些工具沒有效的嘛 你說它未經科學證實有效 但它也沒有經科學證實 它沒有效的嘛 那有什麼機會呢 即是自然界有這麼多醫療的手法 百分之八十的人 地球人都在用這種方法 那為什麼會沒有效呢 就讓它試試 我們應該先用一用 用過你才說它沒有效先 第一 我們機制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第二 我們要怎樣令到你自己呢 是自己負責 那其實很簡單 用你自己銀河包 你便會負責多些 用別人的錢 你當然是先用它 你都不是我給了 又不是我自己的錢 他以後不用錢 他又不是關他事 事實上真的 今時今日 就算是納稅人所給的 是給了多少 納稅整個政府的四百億 全部納稅人都給了 都是紧紧救醫療開支 不要說其他 不要說其他 那更加不覺得自己的錢 覺得是香港銀行 就是那個匯豐銀行錢 那個馬匯錢 馬匯錢 馬匯賜我們 我們的稅資三分之一 如果他給少 他不給 我們要給多三分之一 很明顯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責任 要逼他自己 為自己負責任 最簡單 就是自己付錢 起碼你會小心些 你沒有吃煙 你沒有生活不景點 令到你自己病 因為你有病的時候 你就要自己銀河包醫病 一定要逼你自己 是自己銀河包醫病的 好了 如果我能夠符合這件事 就是不要有第三者付款 這個制度的時候 我才能夠解決到 好了 那想一下 有什麼系統 有什麼機制 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有沒有想過 好像學券制 醫療券 你怎麼都會有一些人 會病 而沒有錢醫 那政府 如果幫他的時候 直接支助那個病人本身 沒錯 我覺得 你一定要有一個制度 令到 即 在我們社會 我們不能照顧自己人 躺街 蹲街 我們不可以 大部分人都不會接受 我們其實 我們是有能力的 香港是一個很富裕的社會 是有能力的 照顧自己人 所以我們這個制度 一定要照顧那些人 一定要照顧那些人 好了 我們如果用一個 我們叫做 Health Providence Fund 即是個人的醫療 那個主軸的計劃 即是說 其實有人提出的 有人提出的 我們每人給50萬 包括差不多幾萬億 其實那個想法一樣 譬如我們政府 就說每一個香港人出生的人 香港居民 我就等一筆錢 我當你10萬 這個就是底線了 就是平止直接資助這個醫院 是的 這個就是你的錢 黃岸妍的錢 高明輝的錢 這個是你的 好了 這個是你的錢 你有事的時候 你就由那筆錢去用 好了 譬如我年紀輕的時候 用得很少 不需要怎麼用 我便用了一部分錢 好了 你每一次用 你一開始用的時候 如果你有能力之下 你就會開始供回 即是可能不需要很多 可能5%或者什麼 總之你用得出來 你有能力 你就要供回 可能供你10% 可能供你5% 總之你有能力 就願你供 好了 如果在這個制度之下 我不理 即是我不需要擔心 到底政府醫院裏面 有什麼醫療設施 或者只是給西醫院 我都不去那裏 去改革它 我照樣這樣 當然你用自己錢的時候 你去看一個醫生 醫生說 你的心臟方面 你做這個手術 要成26萬 你會不會想一下 這筆錢是你自己的錢 雖然政府幫你頂住 但總之你有一身 有一日在香港人 你就要繼續給 即是你會知道 這是你自己的錢 那你會怎麼想 你會想一下 有沒有其他便宜的有效方法 你不用改什麼 我不用說 你要看註冊中醫 註冊自然療化醫生 全香港都沒有註冊 註冊原療化醫生 但是當你知道 你是用自己的錢的時候 你就會作為一個英明的醫療消費者 你就會去想 去做個選擇 好了 有些人說 用到最後沒有了 不夠了 死都沒有了 那怎麼辦 我不用叫他兒子和女兒幫他付 因為不是很公道 他不是原罪 政府都在做這件事 很多人都是公公公給他錢 照顧他 照顧他一輩子 他都回報不回來 那不要緊 既然我們已經做這件事 但我們起碼 有一個機制 是減少別人的濫用 到你自己用錢的時候 你會減少濫用 到你用自己的錢 你會開始選擇 你會去找一些其他更加有效 更加便宜的方法 我覺得如果香港走這條制度 我覺得全世界會看著我們香港人的健康會好 醫療的問題會很快很快解決 我們香港不用再抄別人 別人會抄我們香港 香港出路 都說過了一個幾小時時間 下個星期我們可能要停一停 因為我不在香港 我們下一個星期 就會再跟大家在空中見面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